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凱凱老師 相信許多女孩們到現在依然不會使用電棒 在使用電棒的時候常常會燙到手 那今天呢我就要來教大家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 讓手長女也可以輕鬆的使用電棒喔 那我們首先呢 我們可以這樣整個頭髮分成四區 耳前 一區 耳後一區 接著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那我們這樣子之後呢 我們使用橡皮筋 將我們的頭髮 髮束去把它套起來之後呢 我們在使用電棒的時候呢 就可以預防你燙到熟了囉 當我們在上電棒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依照你所想要 呈現的感覺去使用電棒 如果你今天呢 想要讓你的感覺是比較成熟的時候 我們可以將電捲棒架在髮片的後面 那如果你今天想要 讓你的髮型層次感多一點呢 我們可以在第一區的時候往後 那我們耳後的位置呢 我們可以往前 那也就是將電棒 放在髮片的前面位置去上捲 接著呢 我們在另外一邊的位置呢 要上跟你原本上的位置 是一樣的方式 如果我們將電捲棒呢 放在前面 我們就兩邊都不需要放在前面 否則的話 你做完最後出來的髮型呢 可能會兩邊的捲度會不同 然後再把頭 接著我們使用小剪刀 將我們的橡皮筋直接剪掉 再來呢 我們可以將頭髮整的梳過 接下來呢 我們就使用吹風機去撐髮根 在我們髮肌邊緣的地方 使用吹風機去把它撐起來 還有分線的位置 讓你的根部呢更加的蓬鬆 再來我們可以使用乾洗髮去 將髮根的位置呢 做一個噴灑 讓你的根部更加蓬鬆自然 那接著在噴完之後呢 我們需要將根部的位置 稍微用搓揉的方式 將乾洗髮多餘的粉末呢 去把它輕輕地拍撒掉 接著我們使用一點蠟 再手掌筋 戳開之後呢 再尾部的地方 稍微輕輕地 由下往上去推揉 那剛剛呢 其實你只要利用小小的橡皮筋呢 就可以幫助你在捲電棒的時候呢 不會再有殘留的髮濕 而且讓你捲電棒的時候呢 更加輕鬆容易 不知道大家學會了沒呢